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曼看金融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年12月14日8点30分 美东时间2020年12月13日19点30分 把握大事板块洞察投资机遇 今天的主题是指数失真 重视个股 指数失真这个问题呢 咱们在周末的时候专门有一个加更 这个加更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了 为什么一指数失真 二一个为什么A股赚钱效用不大 里头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 再清楚的话就不能再说了 再说的话估计我那号就保不住了 从目前来看呢 既然指数失真 那么我们说看这个看盘的时候 那看指数还有没有用呢 有用 这绝对不是没用 那看盘的时候看指数是什么 首先来说我们要有一个 以前咱们这个题目叫把握大事赚大钱 对吧 什么是大事 大事你得知道 比如说像昨天这个探底针出现 当时大家可以看 想想啊 我上期给大家节目的那顺口溜 我说 有一个会有一个探底肝 我说这个肝啊 跟应该是针 这肝粗点 但是呢 这个要是用针就没法这个押韵了 结果果不其然 昨天出现了一个 就上个交易日出现了这么一个探底针 就当时第一波这下杀下来的时候 很多人当时都很都很恐慌 说哎呀 你这个判断错了 杀的太狠了 我说这个还不算太狠呢 还还没到呢 咱们当时给的位置就是在3220到3330之前 我说到这差不多能有一个指跌 那么从五分钟线来看 我们可以看啊 五分钟线 从这开始杀 那这个这块是11号嘛 对吧 一个高开 非常明显的一个 一浪下沙 然后 把这给我看啊 B浪反 C浪 再次往下 对吧 但是我们发现啊 由于他第一波杀的太猛 就是这个浪杀的太猛了 太猛不好在哪呢 太猛容易 就是第C浪不够长 C浪应该是跟A浪差不多 当然了 这里头也有人会说 说您啊 数错了 不应该从这儿数 对吧 不应该从这个高点数 你要从这儿数 就是算从这儿数吧 就从这根 是吧 这块有一个下来 再上去 再上来 那它也有点短 所以呢 这波只是一个五分钟的小反弹浪 五分钟的小反抽浪 很有可能在15分钟这块 我们可以看 它离的 离这个上方点位啊 还是比较远 我这儿再挂上量就更清楚了 我们会发现啊 阴线的啊 这种小阴线的量还是比较大 当然了 这是最后一个柱啊 也也 那个就是信号性不强 但是我们可以看 就这块 这块 对吧 阴线的量比较大 阳线的量啊 比较软 而且我们会发现 现在这块 咱们开始说 如果在这个位置 就是在-10的这个位置 如果要勾起来的话 哎 这可以做一个底背离 现在呢 不是底背离 现在是重新 重新立底啊 重新立底 别看这块的面积 比这块面积大 但是重新立底了 一是下探的距离比较深 二一个呢 我们会发现 快线的动能啊 太大 那这块要是重新立底的话 那么这块呢 就会变成一个MACD的头肩底 我们看啊 这块是一个头肩底 到时候MACD也会做一个头肩底 我看看这能不能做啊 要是这个能做的话 就给大家画一下 哎 行 哎 这块行 对吧 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哎 再下 再上 这样一个头肩底 MACD如果要做一个头肩底的话呢 可能今天反弹之后 还会有一个下跌 还会有一个下跌 那么是今天跌还是明天跌 这就不好说了啊 这现在看不出来 有可能才是在今天尾盘 今天早盘呢 应当是 好一些啊 五盘之后就要小心了 或临近五盘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得小心 因为呢 我估计啊 他现在是在-10左右的位置 应当反到-7到-5之间 这块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小的灰彩 别看央行放了很多钱 但是市场呢 现在还比较弱 这是咱们从大市板块上来说啊 大市上咱说完了 咱说说板块 既然不让说个股嘛 咱那天说了说个股呢 呃 风险性太大啊 经常被屏蔽 那咱们说说这个板块 板块呢 从目前来看呢 呃 突然发现 有大量的资金往军工流 跟大家说过 军工这个企业呢 本身都不是赚大钱的 因为我们呢 是主要是社会主义国防建设 这是它的定性 中国的军工企业 一般都是社会主义国防建设 所以它不可能像这个 洛克希德马丁啊 这种公司似的 就是去赚更多的钱 军工国体去赚更多的钱 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军工复合体 它的军工也是相对的稳定的收益 也不是说 那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富的流油啊 暴富的那种 因为它有很多的研发投入 那既然咱们把它定性为 这样一个情况 那为什么我还要说军工 因为资金啊 现在不断的向这个方向流入 现在呢 咱们的上证啊 咱们的A股 恐怕不是做价值投资 合作趋势交易的时候 注意啊 两个都 我都说了 既不能做价值投资 又不能做趋势交易 那有人说 那您这说了 那甭做了 不是这样 咱们左波段 它只是在一个窄幅空间的进行震荡 那么既然咱们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那咱们就得看看它这个震荡区间 对吧 震荡区间 现在目前来看呢 这个3450这块就应该是上语了 下语 注意啊 这一浪杀下来 我们看日线的这个低浪 这刚有一个直接信号 那么现在下来呢 可能会是一个小反弹 小反弹能不能反弹到这 作为M头再下来 现在看不出来 那咱走一步看一步 如果要反弹到这 再往下走的话 那很有可能再探这个 看啊 这块就是一浪和二浪 一浪 一浪和三浪 一浪和这个C浪 就完全的一致了 对吧 长短就差不多了 正好又再次探到这个三二八五 三二八五 那这块有个强支撑 因为我看呢 现在有的人在讲说是没有那么悲观 不会再回来 那反正现在这两天是不会再回来了 但是他反弹一下再回来 不回来 那就另说了 而军工呢 作为防卫板块 又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防 防卫性的板块 我不是说是军工的防卫 就是说对于股市的这个资金上来说 我们是一个比较防卫的板块 而现在旅游景点 随着这两天疫苗的 说是研发成功 然后呢 准备要接种了 旅游景点 这两天股票反弹非常厉害 大家可以关注 但是这种的 都是一阵分 可能是一阵分就过去 军工为什么我是中常看好 因为现在 从我这块得到的这个各方消息来看 中国面临着两个一百年 特别是现在第一个一百年 马上就要到 明就是明年就到了 而又面临着这个党的二十大 是吧 二十大 在这之前 可能 咱们国家要解决一个 我们历史遗留的问题 这话只能说到这 大国复兴 你不能是还处于现在这种状态 那么如果要是响载 二二年到二五年之间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现在 就是加快军工发展 而且我们可以看 这两年的军工也确实是 说海军舰船箱下脚子 对吧 军工也确实是 发展的速度也比较快 包括各种的这个特种车辆 也都在研发和这个投产当中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呢 明年将会有一波 将会有一波 比较大的军工行情 今年的上半年 我就吵了一波 对吧 大家要是说 一直跟着咱们节目的 那会儿我还没有做直播 那做的是这个 新浪写的微博 当时说了一个保顶 保顶科技 咱们是从13 14开始吃 一直吃到23 4 他最高的说 那个25 6 咱就大部分都已经减没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认为明年还会有一波 这块呢 是对于一个整个大事的判断 而有的分析师认为啊 这个大家注意啊 我不见得人家说的这个错啊 不也不就 也就是说我说的这不见得对 我们可以看啊 他把这块给画了一个支撑线 这么着往上走 说是一个大三角的趋势 从目前看呢 反正我是觉得呢 看不到 因为这一浪杀下来 这一浪杀下来 直接破了前期的 我们可以看 破了这个位置 而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就已经改变了这个上升三角形的一个 大概率事件 而且我们可以看啊 这块是一个三只乌鸦下来的 这种情况呢 咱们还是走一步看一步 而且呢 我们可以看 这块日线高高在上 并没有靠近灵轴 也没有稍微下灵轴 如果他要说稍微下灵轴再起来 虽然稍微弱一点吧 但是调整也就比较充分了 就开始往上 真正的往上起了 他现在有没有下灵轴 高高在上 很有可能的话 在这做一个顶背离 因为A股习惯性的是做顶背离 A股习惯性的做顶背离之后 忘记起 然后再往下一砸 那么估计就是反弹到这个位置 再探3400点 过一点3410 5点左右 也就差不多了 再往下刹 弱一点的话就3400点 到这 有个反弹个半周 一周的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呢 探这个缺口的位置 我觉得呢 这样的概率呢 可能比较大 当然了 这些东西都是走一步看一步 重点的板块 我觉得即使是现在大盘下跌当中 我们会发现 芯片板块 依然在反弹当中非常强劲 白酒板块 基本上在下跌当中起到了护盘的作用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呢 重点的呢 看一看板块 而军工板块 在这几天的表现呢 也相对的比较强势 说明什么资金啊 没有太多的流出 而根据北向资金的监测 基本上都是在进入这个军工 这一块 但是大家呢 要指着军工发大财 我觉得呢 如果您是一个价值投资者 就别了 如果您要是一个趋势 或者波段投资者呢 我们可以找相对的 图形比较漂亮的 这种股票去介入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加转发 我们美股时间再见